香港時間呢,這個我就有可能是9點那一節,也有可能是12點 那我視乎那個實際情況,因為這個是罐頭來的 somehow 但是這個罐頭又不是說完全是大家的,這個罐頭有點意思的 這個罐頭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罐頭是說給19歲的我這個 我是預了四篇文,而這個Youtube是四篇文的龍叔精華 因為有些東西要詳細講,始終是文字講最好的 文字可以把東西清理得乾乾淨淨,特別有些時間線的 最後我會再整理,成為書的一個 chapter 就近年一些香港的事情,一個梳理的一個 chapter 我先由技術角度講,technical point 我知道有人是人身攻擊我,黃絲那些,我覺得很簡單的 熱狗不是公眾討論的,在這裡搞的 我也是那句,如果陳雪不處理這件事呢,我就要處理陳雪 這個人跟Facebook公司,又沒有違法歐盟法的這個問題 好了,我先開始講,technical point 首先有一件事,張遠亭是沒有可能在consensus問題上 careless的,她是故意明知故犯的 我怎麼說呢,我先講她背景 她在背景,她做了BBC,documentary的PA PA就是做這些,拿concent,這些手把眼見功夫的東西 她是做過落過手的人,她不是未落過手 雖然說很多年前,我出生的時候,她已經落過手做 你犯一些錯,就沒有人原諒你的,就很簡單的 有一件事,我拍了幾個視頻的,其實有一個概念 叫做很簡單的,就是Informed Consent 被知會的concent 所謂被知會的concent 就是,你要講清楚你拍,你做什麼 你放映的地方,你會做什麼保護受訪者的措施 這些要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講得不清楚,基本上呢,受訪者可以不理你 還有這個concent,any time,這個跟肖像權無關 我接受你訪問,我接受你訪問的concent 我提供這個,我自己的私隱的那些 這個是可以任何時間都 withdraw的 不是諷刺的,這個不是copyright的犯罪 紀錄片拍攝是另一件事 其實通常呢,如果紀錄片捲入這類爭議的呢 2021年試過,2021年瑞典有一套 這個ISIS 救ISIS的那些聖奧那些紀錄片 又是出現這個問題 New York Times報告很多的 其實這些問題,近來很多討論的這些 你張遠亭和柔油飯這樣都錯的 如果你打算把這套片我去國際拍攝的話 就更加是 當然,張遠亭就去投共 她的所作所為,被人用顯微鏡去檢視是正常的 但是呢,如果你去國際影展那些呢 你這個問題是一定要傻瓜的 沒有可能不傻瓜的這件事 你現在張遠亭的問題就是 整件事一開始就不保證 因為如果你為籌款而拍 你沒有可能外部放映的 這個,一開始就很清楚的 我自己很清楚的 你一開始就不想說這套東西會供應 因為如果這套東西會供應 很多人根本不會受火 我說為什麼 大哥,永久紀錄 你還在說這個紀錄 紀錄片最嚴重的地方就是 那個紀錄 第一可能就知道有人緊張 第二就是那個紀錄 你永久在DVD DVD、Blue Ray那些出現 這個不是演戲 這個是你的真實人生 喂,這個可以嗎 這個 那紀錄片要拿到那些概念 我得禁足其中的原因 如果不是因為那個人是演員 還是什麼 是因為這個紀錄 是一個永久紀錄 這個紀錄是一個損害性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是必須要說得很清楚很清楚 你涉及永久紀錄的一個概念 什麼時候都要回答 這個概念 我想 當然這裡我不方便討論 日本的成人產業 但是你說日本那個 背後保護色情電影女演員的法律 後面的精神其實就是 那個原始最原始的就是 你永久紀錄 你可不可以回答 這件事要說得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會有下架權 你現在很簡單 你將阮庭一開始已經不老實 就算你一開始是老實 那個受訪者覺得 可以任何時可以回答 就是要回答他的概念 沒有問題的 這個 你要剪 你要剪走那段 你不是跟他溝通 你只是剪走那段 你不需要說 你現在 你說那些copy都做過了 那你老實說 現在電影的copy 很多是buway 不是電影 你要剪都要剪的 你要幾天時間 你要編排什麼 你可能要一個月 兩個禮拜要剪 就是 老實說 到電影 那些Digital的片 要再編排 再燒 也不是像我們那樣容易 我們平日做Youtuber那樣容易 雖然都是H.26世大 那樣馬指示 那個工程大很多 我都明白的 但是 那你也要剪的 跟著你說 你未經accreditation 你張遠廷衝進去做訪問 你這個大哥 你沒可能犯這個錯了 張小姐 你那十幾歲 你沒有犯這個錯 你犯這個錯是很嚴重的 因為 你沒有accreditation 就是 你第一名 禮拜運動員的安全 為什麼會有accreditation 的機制 其中一個是安全 因為 在體育賽事 有恐怖襲擊這些事情 大哥 不是新聞來的 大家記得 毛尼哈 奧運會發生過什麼事情 好了 跟著 另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你 你 又開了這個思維 大哥 以後 香港的accreditation 一定 你最慘的是 香港記協被玩殘 以前很簡單 全部只是我記協會員證 港元 還有那些國際記者證 現在問題是 記協都被你香港政府玩殘 你難道找職 政府新聞處accreditation 不好意思 外面的人其實 在香港政府的手袋這麼臭 未必想用你政府新聞處的accreditation 你最後很麻煩 搞得 當然現在香港剩下的全部都是黨媒 那 記者那些外出採訪麻煩 那又可以你 你做了黨媒就預料了 但是問題是 這件事是爆得遲 如果這件事爆得早 香港的記者全部不會問候一個人親的旗 這兩件事 你去看到張遠亭那種不擇手段是很恐怖的 真的很恐怖 很恐怖的 我剛才說的那些是一些很技術的 technical的point 但是這些technical的point support張遠亭應該是很熟的 因為他做過 他做過 他學過手 他不是美國學過手 如果他是完全美國學過手 你不想知道 OK 可以接受 但不是嘛 這是第一 好了 第二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 這麼不擇手段的情況 OK 甚至是不顧受訪者的感受 即是你法理上 你informed the consent 那個人可以withdraw 他後面可以沒有理由的 OK 不需要理由的 他feel uncomfortable就可以了 或者不需要理由的 這個是你做紀錄片 你以人做罪像 你就預料了 但是 另一個 我覺得更 就是為什麼可以把演庭說到自己是為自己沒有效好 可以這樣做事的 原因其實就是baby boner 其實我們香港人自己很多人都不覺得 baby boner can do 那句話 香港人很喜歡說幾句話 死都死定他 嗯 嗯 嗯 餵食 煩化 這些 執生 這些 這些說的 其實是有問題的 OK 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執生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東西都可以執生 我想 這個是我過去一兩年 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執生 沒有什麼 有些東西不能執生 就是有些東西是 香港人就是什麼都可以執生 但是有些東西你要是 可能是很文化 或者有些東西是 真的那個路 不可以走就是不可以走 但是baby boner的年代 什麼都要衝 什麼都可以執生 什麼都可以執生 那什麼古靈精怪的方法都會出生 你看見張怡婷那些 他就講得這麼大言不愁 為什麼去這樣的屎橋 這樣都可以 那 80年代90年代 80年代那些所謂成功人士 70年代80年代 很多都是有這樣的交方法 或者甚至是 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方法去取得成功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們如果成功是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這件事沒問題 甚至得到加上 他們覺得這件事沒問題 所以他們 eventually變成了權貴走狗 那些 的原因 他們覺得 baby boner的年代 沒有理念 baby boner的年代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要成功我要掌聲 我要閃光燈 講完的 我要做紅人 我要做什麼 他後面沒有value 真的沒有的 那些人 尤其是你說有些 如果是小時候窮開的那些 就更加是 但是 他覺得 我現在想 我要上到最高 甚至你會覺得質疑 張遠亭 這部片 我相信他沒有實質的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囚款片 他都72歲的人 老實說 他退休 他應該退休 他實際上應該退休 為什麼 幫人 結果搞出一堂大頭 沒什麼的 他就是以為自己幫人 什麼都可以去到很盡 結果出事 狗車連環相撞 如果以前他還要顧著他職業生涯 他自己的一盤生意 他未必要玩得這麼盡 雖然他之前都說過一些很盡的事情 如果他做生意的 那一盤是他自己的事業的話 他說他未必要玩得這麼盡 第二就是他退休 為什麼要退休 為什麼要退休 這樣 他覺得 他已經不是追求錢 他是追求 他追求就是 掌聲就是 他沒有辦法用 他再拍套 偷天童童話 沒有人會找他再拍套 偷天童童話 結果 你說 我想他借這個機會 他都想獲獎 結果就是為什麼 他為了拿獎 那些學生 究竟 他對學生沒有愛的 這個就是 80年代那些人的問題就是 他們為了事業成功 他沒有愛的 他是犧牲下一代來成全自己的成功 他很多都有這種傾向 這是華人的傾向 華人的劣根性 所以你去到這個時候 你怎麼會玩出這件事 那件事其實是一個世代之爭 就是 寶貝幫我這幫人 吃到吃到盡 舔到舔到盡 這個就是出了事的地方 這個是過去 十幾年來 我離開香港之前 就是 為什麼我在香港 會遇見大革命期 所以為什麼說 這一件事 我是用了很多時間去 我為什麼要搞清楚 他那些copy rate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我要 怎樣 我想 就是張遠亭他投貢那些東西 融融帶 他那個道德問題在哪裡 但是我 我想我 為了這件事 寫了整 十幾版NOX給自己 十幾版 我認真 十幾版NOX 我看完明州那些 當然我閱讀人的 那個concentration 好了很多 我之前 我的concentration 有嚴重問題 真的很嚴重 好啊 你為什麼會 這樣 玩到這樣 世代之爭 有 因為之前那些人 為了自己成功 為了自己賺到錢 他都是不理 那些下一代 他不理 那些下一代的人生活 可以不可以 他不理 不好意思 不關他的事 他覺得就是 噢 你下一代的生活 總之我可以賺到錢 因為你不會有什麼 最後爆出限界令 那些事情 就是反對那些人 通關 或者影響一些小孩 那些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 他沒有所謂 我賺錢 賺錢 賺錢自上 他們這個價值觀出了事 所以他們和 70年代之後出生的那些人 火星葬地球得很厲害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張婉婷這件事 然後還有一件事 張婉婷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頂了很久 張婉婷和她的男朋友 即是已故的男朋友 和解她 和解她 我就不批評 但是呢 不止一個張婉婷 香港很多這些人 有幾年 我覺得南拔最多 南拔有一個劉政的老友 我連名字都不想說 他都是典型的自己 OK 都多指定 人到 過了中年 其實就沒有必要提自己 中學幾有幾名校 我讀那間中學 是否叫名校 我自己判斷 我讀金銀泰的 我猜很多人都知道 我親戚 到我認識的人 有不少是讀黃印 黃印 女拔那些 有不少 華印 香港華印 不少 你說 我中學時 知不知道那些名校 我都知道的 OK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是名校 但是我 以前我補習的時候 就和那幫人群埋 那些名校 基本上 但是呢 你人到中年之後 你把自己讀過那間中學 放在嘴邊 其實你是一種 那種自戀狂 是一個很有問題的 那種自戀狂 那種自戀狂 那種情義傑 是 那種是 一種追從名牌的情義傑 來的 OK 就是 你以武校為榮 這是我覺得人之常情 很多人都有 我都以中大為榮,不然我不會把自己的中大校友掛在嘴邊 我不會把自己的中大校友掛在嘴邊的時候 我不會像張遠亭那樣拍到boy之情出來 我以中大校友為榮,掛在嘴邊的時候 我都是XYCALTZ的建制或者校友評議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傷害學校的教育理想 我一直都覺得中大那班人是沒有當初創校的教育理想 現在中大是假課,我一直都有這個看法 問題是你現在張遠亭 你的名校程義傑,你後面你不是追尋英華的教育理想 如果你真的為英華教育理想,你為什麼不為周恬彭說話 很簡單的 如果你真的為英華教育理想,你為什麼會這樣搞學生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嘛 你去到很多人到中年之後 是把自己以前讀過家教育的學校掛在嘴邊的那些小朋友 很多是什麼,是名牌,都覺得名牌自卑心 那一刻才麻煩的 我告訴你 最麻煩的是穿名牌,穿monogram的那些小朋友 這一種呢,我已經去到,說得難聽一點 樹我直言,那個已經去到是販賣的地步 我告訴你 我不想用到這麼準的字 但是,真的 我買衣服是我第一件事 這件事我真的,我覺得有些人都覺得我硬頂 我買衣服有一件事就是 我不要那個牌子出現在我的衣服上 這件事是我這麼多年的堅持 不要說,不要說衣服 袋也是 所以現在我一直都,我要買過一個袋子 其實我一直都找不到,告訴你 找到合心出來的,我真的,我找不到 不是沽航的問題 因為我通常,你也知道我貴買便宜用的 那問題是,但我現在是 你張遠亭和李梓敬有什麼分別呢 我看不到當中的分別 甚至就是人過中年之後 還經常趕著自己讀哪家名校那些 我都覺得,我覺得 你和這些人做朋友,你都小心一點 其實這些人很容易變建制的 因為這些人,他不是為了教育理想做追尋的 這些人,很多是因為他 經常把名校掛起最多 他作為,我穿著這件名牌,我很厲害 只不過那個名牌不是 一個頂級的巴黎,或者是 倫敦的名牌子 是香港某間學校 是這樣的 或者是美國某間學校 是這樣的 但是很難,很難,很厲害 我告訴你 真的很厲害 我在西方國家生活的六年 英國比較嚴重一點 在德國真的沒有人說 我自己 柏林大學畢業 我自己幫人大學畢業 沒有人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人 人家會覺得你 你搞什麼鬼 你搞什麼鬼 人家會這樣 我覺得 你說吸十九歲的我 本來為學校籌款 游泳池那個 是不是需要 這個可以討論 另一種討論 OK 但是 這個所謂的 名牌名校情結這件事 這個 所造成的 不責手段 或者一些很奇形怪狀的問題 就是 這個心理 我覺得是大家要面對的 這件事 這個真的就是大家要面對的 如果不是 老實說 甚至有些人 是給這個 所謂名牌效應 拖垮了人生 有不同類型的拖垮方法 有些人就會覺得 有些人就因此變得很 奮世窒俗 變得很犬儒 犬儒主義 我是名牌出來 為什麼我不能夠吸引 某某某的 我覺得這件事 我真的 我聽我真的匪夷所思 這件事 真是很好的教育 但是 張遠亭只是這個問題 你不是追尋教育理想 是因為 英華的名字 貼在他的名字 你覺得很威 結果你傷害了你自己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甚至我 你是不是真是 這麼尊重學校的理想 我也有一個很大的文號 放在我的前面 這件事我覺得 大家要 探除土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要文字 你用Youtube 我用口說 我手在寫script 也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因為我好像跟大家聊 一般 但我剛才說的這一堆問題 紀錄片我怎樣拍日後 甚麼叫名校 baby boner所造成的問題 價值觀問題 我們怎麼收拾 這些事情我猜日後大家要仔細看 好了,這一集我講到這裏 有些事情你就留下看文章 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夠寫得夠清楚 那我先講到這裏